4月9日 埃隆马斯克的 Starlink星链卫星网络服务公司宣布 其互联网服务的试用版 已在澳大利亚上线 并在维州北部和新州南部开始运营 这或许将让没有四季信号 或宽带电缆的澳洲乡镇地区的人们 有机会使用到高速 稳定的互联网服务 Starlink曾于2020年10月 在美国北部和加拿大南部 进行服务公测 用户报告的平均下载速度约为 100兆比特每秒 这与NBN宽带的网速大致相当 大约是4G移动互联网网速的两倍 相比之下 澳大利亚最受欢迎的卫星互联网服务 Skymaster标称的最高下载速度为 50兆比特每秒 但据用户反馈 其实际网速仅为5到10兆比特每秒 Starlink今年2月宣布 澳大利亚人可以预购卫星天线 参加今年的网络服务公测 4月12日 堪培拉一名收到卫星天线的用户称 他当天记录到的下载速度 高达344兆比特每秒 其实 卫星互联网技术已存在了几十年 用户使用屋顶碟形天线 通过无线电信号向卫星传送数据 卫星将数据反射到地表基站 然后将数据发送到任何有需求的地方 Starlink与传统的卫星互联网有两大区别 一是卫星离地球更近 二是卫星数量更多 自2019年以来 马斯克的SpaceX项目 已经发射了1200多颗Starlink卫星 然而这只是Starlink项目 数万颗卫星中的一小部分 目前Starlink将为北纬32度以下的 澳大利亚居民提供服务 但该公司表示 这项服务将在未来几个月拓展到全澳 2021年1月 澳大利亚通信和媒体管理局 授予Starlink五年许可 但规定该公司只能向 低密度和偏远地区提供互联网服务 但据专家介绍 澳大利亚有四分之一的NBN用户 曾抱怨他们的网络连接很差 不可靠 令人失望 因此如果Starlink这样的服务 能够在城市地区推广 或许是比NBN更好的解决方案